女人打开一块井盖 里面冒出一口石棺 而石棺里面躺着一具干尸 女人咬破手臂 将血液滴在干尸身上 干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成血肉 一分钟不到 干尸就彻底活过来了 他就是吸血鬼仙祖维克多 同时也是女人的义父 女人将他唤醒 是为了对抗狼人 女人叫凯特 两天前 他意外发现两个狼人鬼鬼祟祟 为了一探究竟 他尾随狼人到地铁站 但是很快就被发现了 随后就与狼人打起 凯特顺着气味 来到一处地下密室 没想到这是狼人的聚集地 还发现了狼人的一些秘密 随着科学的发展 野兽般的狼人 也学会了制造光学子弹 用来专门对付吸血鬼 凯特解决掉地面的狼人后 他来到地下深处 竟然意外发现了狼人首领头狼 很快凯特把自己的发现 告诉了吸血鬼老大 但是老大认为他在说谎 头狼已经在600年前被杀死 凯特将狼人研制的子弹 交给老大查看 其实有了证据 老大依然认为头狼已死 剩下的都是零散狼人 凯特见老大不相信自己 于是就查看地铁站监控 他意外发现 狼人竟然在跟踪一个人类 不疑会凯特去到那个人类迈克家 并抓住了他 但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这时 迈克家里出现大量狼人 迈克趁凯特分神逃掉 凯特察觉狼人后 双枪打穿地板 让自己掉落在下洋 而迈克同时也被头狼掌大 还被头狼咬了一口 还好关键时候 迈克被凯特救走 而头狼得到迈克血液后 把血液放进一只试管 为了得到更多的样本 头狼很快就追上了凯特 还砍了凯特一刀 不过凯特车进了他 瞬间就与头狼拉开距离 但是逃掉后 很快凯特就昏迷过去 轿车也开进了湖中 不过迈克人不错 还顺带把凯特救了 而凯特也把快昏迷的迈克带回来基地 得到迈克样本的头狼 同时也开始了实验 也证明了迈克的血液 用手抚摸昏迷的男 掀开男人脖子时 女人突然跳上天花板 迈克被女人惊醒 看见女人样子后 瞬间跳窗而逃 但他落地是很稳健 眨眼的公主就逃掉了 而凯特这边 为了调查头狼信息 他翻越补籍寻找线索 最后他发现了一点 很快就判定他们的老大被怕 于是他决定唤醒自己义父 因为只有他义父出面 才能揭开老大的面目 而另一边 逃掉的迈克回到了医院 但却被同事出卖 很快就被狼人找到 宁觉得迈克察觉不对 趁同事出去 就跳窗而逃了 不疑会他找到了凯特 而凯特也察觉到了他被咬了 被狼人咬过而不死的人 也会变成狼人的一员 迈克因为救过凯特 凯特为了帮助迈克 选择在月光出来之前 把迈克锁在隐秘基地 之后凯特回到了基地面见维克多 维克多很生气提前苏醒 并让凯特说出理由 凯特解释头狼600年前假死 还与现在的吸血鬼老大合谋 维克多并不相信凯特的话 凯特只能去找证据 就在吸血鬼放松警惕时 吸血鬼长老团突然被狼人偷袭 女长老也被射杀 凯特为了找出证据 决定从迈克入手 他要了解狼人为什么找他 但他却被狼人跟踪了 狼人跟着他找到了迈克 狼人冲进房间那一刻 迈克直接跳窗而逃 但却被底下的FBI抓上了车 而现在正是夜幕时分 月光时分的明亮 迈克的狼人病毒突然发作 奇怪的是FBI并不慌张 直接给迈克注射安定计 很快迈克就被带到了狼人基地 经过一番战斗后 凯特抓到了狼人活口 并从他嘴里得知头狼的计划 原来千年前 狼人和吸血鬼有着共同的祖先 不死人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有三个儿子 两个儿子被蝙蝠和野狼咬伤 最后演变成吸血鬼和狼人 而第三个儿子则是普通人类 但血液却可以融合狼毒和蝙蝠毒 当两种病毒存在他身上时 他将会变成超越吸血鬼和狼人的存在 而迈克就是三儿子的后裔 血液也是最为纯正 狼人抓他的目睹 就是为了研发超越两个种族的力量 这个男人有个悲惨的故事 他曾经与吸血鬼维克多女的相爱 但维克多不允许血脉被垫补 用大火烧死了男人妻子 这也是狼人和吸血鬼决裂的原因 狼人叛变后 就遭到了吸血鬼种族屠杀 百年的屠杀让他们所剩无几 为了能战胜吸血鬼 他们找到了迈克 打算用他的血液制造出超越吸血鬼和狼人的存在 但实验还没开始 吸血鬼老大就找上门来了 原来这个老大 看不惯维克多的统治 于是与头狼密谋百里 只为找到能融合两足血液的人 迈克被发现后 就被狼人绑到基地 但老大并不是想与头狼合作 想要独吞超越吸血鬼的力量 背后开鹰枪重伤了头狼 可就在这时 维克多带人杀到了狼人基地 老大见识不妙连忙逃跑 而凯特为了救迈克 也是偷偷溜进来救迈克 无料正好撞上了吸血鬼老大 迈克还被老大开枪击中 同时老大还说出了维克多的秘密 原来凯特家人不是狼人杀的 吸血鬼屠杀狼人过程中 维克多吸干了凯特亲缘 由于凯特长得像维克多女儿 所以活了下来并被灌输 是狼人杀了他全家 就在这时 头狼抓住了老大脚踝 并用银刀刺伤老大 还告诉凯特 要打败维克多唯一方法 就是咬迈克一口 让他变成半吸血鬼 就在凯特咬完迈克时 维克多赶到了 他不允许有人打起 想要杀死迈克 但此时的迈克 快要进化完成了 很快就与维克多打起来了 他的力量与速度 都在维克多之上 但缺乏战斗经验 结果被维克多阴了 就在迈克被杀时 凯特跳了出来 一个偷袭结果的维克多 但维克多的血液 蔓延到了一块颈盖上 而里面正是吸血鬼十足 他也是悄然的复活了